换柱传言似乎真的成了实际的行动 不止中常委来势汹汹 更有媒体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在下个星期辞去新北市长一职投入大选 而最新情况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朱晴 好是的主播各位观众呢 针对现在外界的换柱传言不断 而还有呢一个传言就是未来可能是住下朱上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最近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或立委选举也碰到了一些困难 这个大家只有面对面的沟通 那各个方式都可以提出来 礼拜三常会的时候我们会讨论 您会请辞吗新北市长 这个新闻我今天中午在跟总统府在开那个党政平台的时候 我们正在讨论登革热疫情的时候 传来这样的一个无厘头的一个新闻 对于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来源 或者是没有根据的一个揣测性的一个讲法 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回应 有媒体报道朱立伦下个礼拜可能就会辞去 新北市长一直来投入2016国民党的总统大选 不过朱立伦说这个讯息相当的无厘头 只是媒体在追问那这个任期还会坐满吗 朱立伦没有正面回应 只强调现在每天的市政行程都还在进行当中没把话说死 而强调呢现在蓝营爆发了集体的焦虑认为 明确的进展